另外未曾经的太平分推美景武汉未来有亚感开放 传统感情要标识 亚感开放牵手亚近 也会减化分推的更严更丢 推电太平文化分推观光 每个月也有特色华东配合 这一月有欧文字的技术发表 31号亚中美基板 欢送夕阳迎接第一桌苏根 太平分推美景武汉 技术典现未来有亚感开放 传统人情要标识 亚光开放会倾到该前环亚境的民众 领略亚境秩序 会来减化分推的光影光雕 夜间的开放 所以我们会强化夜间灯光 光影光雕的变化 让人家感受到 有媲美日本韩馆的夜景 然后我们的码头坝头的部分 我们会请艺术家 结合张富凡文学元素 来做整个的装置艺术 另外我们后面那个滑行道 我们会请王文之老师 来做装置艺术 让这个云梯有多功能的艺术文化之美 未来我们的夜间开放 我想会吸引很多喜欢 千万夜景的朋友们 到太平领略夜间之美 天天太平文化 分天观光 整个外观 每个月都都有 特色外观配合 12月有王文字艺术发表 这个年底31日 将基盘欢赏 西洋迎接第一队的苏工 发表会 我们王字的装置艺术的作品发表会 我们12月31日 我们会举办欢送夕阳节 然后迎接地道曙光 甚至办理老街办桌活动 这是我们太平的特色活动 然后我们二月份会有 我们三人工的整个庙宇绕镜 以及我们的古早文化保存的活动 然后峰卫餐 我们还有平安餐 三月份 最新新闻 创屏头每三兄 采用不得